讲修行,落实生活,讲经典,应用于人生,欢迎来到禅心学院,聆听达观师父教会,开启智慧人生 畅谈六祖谈经,四三九,让心柔软,整理者心灯,读诵者心音 你不需要问,怎么样展现出爱,有的人不会讲话,便专门去学讲话的技巧 其实,会讲话的人,并不是因为他讲话的技巧,而是因为他真心的流露 同理,爱要怎么流露呢?不是你的爱无法流露,而是你的心并没有充满着爱 比如,一个杯子里的茶水够满,水必然会流出来 你的心中充满了爱,爱自然会流露出来,你不需要学习如何展现爱 有的人去上一些亲子教育的课,可能学到一些技巧 比如抱抱小孩子,有时候亲亲他,抚摸他 我们并不是否认这些技巧,只是如果空有技巧,内在并没有满满的爱 技巧到最后也会落空,不实用,不实际 因为,那并不是真正爱的表现 男性跟女性抱在一起,很多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但是,你有办法跟一个异性抱在一起,没有任何男女之间的想法 而对方能流下眼泪吗? 就像德丽萨修女,她拥抱那些贫穷的非洲百姓 男的抱,女的也抱,老的抱,少的也抱 但是,当她抱着那些男性,我相信,她们一定没有男女之心 她们也是抱着掉眼泪 因为,她们感受得到德丽萨修女的爱 这就是爱的表现 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充满爱? 因为你心中一定有怨和恨 这让你的爱不能流露出来 心中的怨跟恨,就像无名遮蔽了般若 你的爱恨,遮蔽了你的慈悲 那也是佛性的展现 你开不开悟没有关系 我先问你,你现在活着快不快乐? 你此生有没有白来? 这些,你若是不会,你怎么会开悟呢? 就像一个心肠不好的人,念佛怎么会往生极乐世界? 那是了不可得的 开悟的人,心一定是柔软的 心不柔软的人,就像一块冰块 冰块把自己限制住 也把自己的视野框住了 心柔软的人,冰块融化,化解了 就会回归空性的大海,与空相应 先把你心中的恨和抱怨去除 其他人,我且不管 你要先有办法处理家人 其实,就是处理一个人 那就是你自己而已 这就是修行人 就是实际的功夫 就是禅 就叫慈悲心 至于平常心 当然要讲无念 无相 无助 无念为宗即用 无相为体即相 无助为本即体 以无念为宗旨 此三者是同一的 分三个角度来讲 只是要让我们懂得而已 这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无 故禅宗有参无字 世间人都想追求有 而舍弃无 却不明白无 才是大用 庄子在很多辟语中谈到 无用之用 但佛法的无 并非有用于无用的无 而是空 佛性 智慧 你先问问自己 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到底想带什么走 其实学佛 没那么难 难就难在 你静不下来 请问 你接下来还有多少人生 你接下来的人生 不管是十年 二十年 一百年都没有关系 我认为现在看佛经 参加禅修 打佛妻 做好事 悟道 不失行善 都不重要 请问 你觉得你现在什么最重要 把心静下来 是为了要见性吗 万一见不了性 会不会很挫折 你想要一步一步慢慢练习 但是人生 没有太多的等待 诸行无常 你还没有练习到 就往生了 你答对一半 把心静下来是对的 但静下来要做什么 你说要见性 我不可以说你不对 但是你目前做不到 我不会鼓励你做不到的事情 这叫现实 所以 你要想清楚 你还有后半辈子的人生 接下来的时光 你要怎么度过 难道 还要像前辈子那样过吗 文后思维 你的心中还有怨和恨吗 心平何老耻戒 行职何用修缠 感恩六族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感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